饱受折磨的下石实在支撑不住 昏倒在黑田芳怀里 黑田芳看着不怀好意的柳田 一脸冷漠地发问 难道最近这些都市怪谈都是你产生的吗 柳田笑得眯起了眼睛 哎呀呀 黑田芳啊 你不记得我的工作只是收集故事吗 才这么几天 你已经把我们的分工给忘记了吗 我们原来可是与奴良组一起战斗过的伙伴啊 黑田芳听到这话十分不悦 他可不想跟这群昔日同僚再扯上关系 看着黑田芳转身就要走 柳田说出了一个重磅信息 山本先生很快就要复活了 得知这个消息 黑田芳停下了脚步 他回头满脸厌恶地看向柳田 黑田芳一笑是十分讨厌这些怪谈的 可是看着柳田那一脸阴险的表情 黑田芳意识到 他们很可能是在策划什么可怕的事情 他义正言辞地质问柳田 你们到底在策划什么 柳田眉毛一挑轻描淡写地笑了 哎呀 原来你们没注意到呀 奴良组的衰落 就是从二代目死后才开始的吧 对于山本先生来说 你们都好像是跳梁小丑一样 完全逃不开他的手掌心 黑田芳实在听不下去了 他正打算怒对柳田 却不料陆生从后面窜了出来 原来陆生和兵力早就已经找到了 这处废弃车站 刚好躲在外面 听到了黑田芳与柳田的对话 这时候旧车站已经开始坍塌了 陆生赶紧抱起卷 黑田芳抱着下石 一行人匆忙逃出了这个人间地狱 回到奴良组的大本营 陆生召集全员开会 他带来一个坏消息 百物语组重现江湖了 百物语 传说是在深夜里点燃一百只蜡烛 一群人围坐在一起说怪谈 说完一个就吹灭一个蜡烛 当最后一根蜡烛熄灭的时候 妖怪就会真的出现 这本来就是一群有手好闲 不畏鬼怪的顽固弟子 想出来的娱乐 可万万没想到 就是有这么一个组织 就靠着编造怪谈来维护人间 山本五郎走卫们 就是百物语组的首领 他编造了几万个怪谈 这些怪谈流传得非常广 人们口中谈论的不少神秘大妖怪 都出自山本之手 后来山本就成为了 这些妖怪们的首领 在江湖时期 与奴良族展开了激烈的抗争 在二代目的领导下 奴良族消灭了百物语组 礼办消灭了山本 却不料他们竟然又死回复人了 众人听说山本即将复活的消息 纷纷将目光都投向了黑田芳 毕竟之前他可是百物语组的干部 难道真的一点内部消息都不知道吗 黑田芳阴沉着一张脸 看向那些信口开河的妖怪 虽然以前他确实是百物语组的人 但是自从效忠于礼办大人之后 他就彻底跟百物语组撇清了关系 如果有人再这样指桑骂怀的话 他可要不客气了 场面一时间充满了火药味 妖怪们摩拳擦掌 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陆生实在看不下去 出声制止了这群胡闹的家伙 散会后 黑田芳一个人在院子里等陆生出来 自从听说二代目的死 以及星怪谈青石奴良组这些事情 都与百物语组有关 黑田芳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为自己曾经做的错事负责 所以这次他想单枪匹马 与百物语组做一个了断 陆生看着现在痛苦里的黑田芳 安慰他不要胡思乱想 从前是什么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你就是奴良组的一员 所以遇到事情 不要一个人扛着 听到陆生的安慰 黑田芳抬起头 看着那张与李班大人 十分相似的脸 陷入了回忆当中 在原路年间的江湖 流传着很多可怕的怪谈 整个城市里人心惶惶 没人注意到 小旅店里住了一个 看起来十分平凡的房客 这个房客游手好闲 还总不想缴纳旅馆的房钱 他就是陆生的父亲 奴良组二代目李班 当时江湖城最热门的怪谈 就是鬼夜鹰 在寂静的夜晚 一个美丽的女子 勾引了心怀不轨的男子 来到一条僻静的街道 一看四下无人 男子正打算 好好跟女子亲热一番 却不料女子头部突然变大 竟然变成了一只 轻面獠牙的妖怪 那色胆包天的男子 就成了妖怪的美味宵宴 第二天一早 繁华的江湖城 人来人往 根本没人注意到 一个男人昨晚被妖怪吃掉了 本来热闹却紧紧有条的街道 被一个金发少年给搅乱了 他到处抓了人 打听李班的下落 这个少年就是无头鬼 他是来找他们 不靠谱的首领李班先生的 无头鬼问了一圈 也确实查到了李班的线索 前几天在日本桥 昨天在浅草 今天在吉祥寺 李班大人 为什么神出鬼没的 无头鬼崩溃了 有一个不招调的二代目 真是让人抓狂呀 就在奴良祖的人为了寻找二代目 焦头烂额的时候 李班却好像没事人一样 喝得醉醺醺 深夜从酒馆里走出来 在阴暗的角落里 果然一个美女冲他招手 大爷要不要跟我玩了呀 这个女人自然就是传说中的鬼夜鹰了 他趁着李班不注意 露出了青面獠牙的本身 打算一口将李班吃掉 只可惜他找错人了 李班毫不留情的一刀 将妖怪头颅砍了下来 与此同时 那些怪谈的始作俑者山本 正在大本营里花天酒地 他被一群花魁包围着 疯狂享受美酒美食 这个山本的官方身份 是江户的大富商 财大气粗地可以包下 无数花魁同时服侍他 要知道 当时一个花魁就是几百两银子 山本这种一至千金的做派 让无数人羡慕不已 可山本本人似乎对这些花魁不感兴趣 他吃完饭就开始给花魁们讲怪谈 花魁们接触的人多 人多口杂 正是帮山本传播怪谈的最佳人选 在山本等人的不断传播下 每个夜晚在江湖城里 总有大着胆子的人玩百物语解闷 而随着玩百物语的人越来越多 山本那口巨大的白鬼茶锅 也开始沸腾了起来 这个茶锅可以收集味 讲怪谈的人越多 他们收集的味也就越多 在这些味沸腾以后 得到的霸者之味 就是山本一直追求的 山本亲自下场 讲了一个亡者蜈蚣的故事 就在前几天 山本跟一群花魁饮酒作乐的时候 一只蜈蚣突然出现 他爬上了花魁们的身体 张口就咬 那蜈蚣有剧毒 一时间咬死了好几个花魁 他们的尸体躺在地上 精致的小脸变得灰白恐怖 这本来可以算作一个意外 可山本却说 这条蜈蚣正是他养的 看自己养的小可爱 将那些如花似玉的女人咬死 给山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刺激 他突然有了灵感 提笔就画了一个 蜈蚣妖怪的形象 与此同时 一个打羹的男人 正在百无聊赖地走着 突然在黑暗里 他发现了一个张牙无爪的影子 打羹人走近一看 竟然发现那影子 是一条蜈蚣妖怪 那妖怪跟山本刚才所画完全一样 他口吐人言 问打羹的汉子想死吗 希望我来咬你一口吗 打羹的汉子被吓得魂飞魄散 王者蜈蚣的故事越传越广 还出现了很多不同版本 人们对这个故事充满了畏惧 再也不敢在深夜去那些 荒芜阴暗的地方了 为越多 在幕后推波助澜的山本就越开心 这个怪谈也传播到了 李班的妻子 山吹仪女的学校里 学生问问山吹 那蜈蚣真的存在吗 山吹觉得 这个怪谈太可怕 特意叮嘱学生们 千万不要在其他孩子面前提起 万一笑到小朋友们就不好了 送走了学生们 山吹正要回屋 就被突然出现的无头鬼吓了一跳 无头鬼抱着最后的希望 来到山吹这里 希望能找到二代目 只可惜无头鬼扑了个空 山吹仪女也好久没见过李班了 无头鬼气坏了 最近各种奇怪的妖怪 在四处彷徨着 我们尊贵的二代目却玩失踪 真是不靠谱啊 那些学生们告别山吹老师 却悄悄来到野外 他们想寻找那怪谈中的王者蜈蚣 却不料真的被王者蜈蚣盯上了 巨大的蜈蚣妖怪 向学生们扑去 山吹仪女及时赶到 将学生救下 自己却不小心扭了脚 那蜈蚣妖怪并没有停手 朝着山吹仪女攻击过来 蜈蚣瞬间就来到了山吹面前 可山吹摔倒在地 根本来不及躲避了 千钧一发之际 李半及时出现 他挡在了山吹的面前 咔嚓几下将蜈蚣砍成碎块 一边嵌涵一边说 你明白你在对谁的女人出手吗 躲在暗处收集位的山本 突然发现有问题 王者蜈蚣竟然消失了 不只是王者蜈蚣 其他怪坛里的怪物也全都消失了 山本立刻察觉 有人在故意跟他作对 听多见广的柳田告诉山本 扰乱他们计划的正是奴良祖 愤怒的山本派出黑田坊 去对付奴良祖 于是黑田坊与奴良祖的爱恨情仇 直此拉开帷幕